我们来看这道题 像这个题目这样 让我们求信号量的取值范围的题 其实在考验中还是很常见的 那么怎么求它的取值范围呢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题目给的这些信息 来确定信号量的初始至m 这个m其实就是信号量的上限 因为它表示的是刚开始拥有的资源数量 这个资源数量当然也是最大的资源数量 所以它是上限 而第二步我们要根据题目给的信息 来确定到底会有几个进程执行p操作 由于每执行一次p操作会导致信号量减1 所以如果最多有n个进程会进行p操作的话 那么信号量的下限就为m减n 所以知道了信号量的上限和下限之后 我们的信号量取值范围 其实就是下限和上限之间的 取B区间的所有的这些整数 所以像这个题目这样 首先我们知道每次它只允许两个进程 进入该程序段 这就说明这个信号量的初始值应该为2 然后还告诉我们有三个进程 共享同一个程序段 就是指刚才的这个程序段 那么每个进程执行一次p操作 会导致信号量减1 因此三个进程的话会最多会有三次p操作 那么整个信号量的下限应该就是m减n 也就是2减3等于-1 所以信号量的取值范围就可以确定为-1到2 这个开区间内的所有整数 也就是-1 0 1 2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选A 好的那么这道题间接结束